欢迎收看本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来到2比1 巴萨逆转比分 上半场 巴萨带着21的领先优势 进入到下半场 下半场一边再战 巴萨依旧占据着比赛的优势 第62分中 又是梅西和格列兹曼 两人在左路 打出漂亮配合 梅西接到格子的传球 不停球直接打门 梅西完成个人生涯 第121个 没开二度 随后 碧包竞技只能破釜沉舟 全力进攻 他们落后两球已经没有退路 他们的努力也收获了进球 第90分中 碧包抓住了梅西一次传球的失误 通过反击机会搬回一场 慕尼亚破门 可是为时已晚 比分最终定格在三至二 巴萨客场击败必包 取得近期轮比赛的第5胜 巴萨机31分 杀入前三 终于进入到第一集团 梅西可以说又是本场比赛的大功臣 他打入二力进球 帮助球队稳住军心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订阅收藏不迷路